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宜佩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3月9號星期六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 POP有夠勁 我是宜佩 好 今年在2024年 其實在台灣 又有很多好看的舞台劇了 首先要來介紹的這個舞台劇呢 叫做故事工廠第20回作品 媽別鬧了 聽起來媽別鬧了這個作品 是不是大家印象中 在之前Netflix有上映過 沒錯 就是同樣的作品 故事工廠把它改編之後 成為了一個喜劇的舞台劇 當然在裡面的 這個卡司陣容非常的堅強 包括了有王娟娟姐 有湯志偉湯哥 楊靖李少傑 劉珊珊 呂明瑶 他叫伏地又介 郭耀仁 張晴玲又彤 跟宋佑 可是我印象當中 在媽別鬧的裡面 好像沒有外國人的角色 不過他們卻在裡面 加了一位日本演員伏地又介 當然Yusuke大家不陌生 之前也有在我們節目現身 來宣傳他的新書 今天我們現場 又再邀請到的 就是我們的Yusukeさん 伏地又介 Yusuke早安 我是伏地又介 大家好 Yusuke 之前你其實就有跟故事工廠合作過對不對 有 就是疫情之前 我跟他們合作一次 那時候我演的一齣舞台劇叫做 未婚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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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 就是我跟娟姐合作過 對 對耶 所以 其實是第二次 那個導演 就是跟我說 要不要參與一下 就是另外一個導演 那時候是黃智凱導演 但是這一次是菲菲 所以那個智凱導演跟我說 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就是我已經知道娟姐在裡面 所以很開心能夠就是在跟她合作 因為她真的是對我來說 我在台灣第一次就是演出的時候 就是她是像我的老師一樣 因為娟姐畢竟在劇場界 或在演藝圈已經有很多年的時間 對 那未婚男女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兩隊嘛 未婚男女是兩隊 就是情侶 娟姐是演你的媽媽嗎 還是另外一隊的媽媽 我的就是那時候 小剛 是我的男朋友的角色 對 她的媽媽就是那個娟姐 所以其實你們有演過對手戲了 對 了解 所以這次算是第二次跟娟姐合作 沒錯 所以媽別鬧了 這到底是 因為我自己在Netflix 這個在演的時候 我剛好就錯過了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作品 因為聽起來是Billy姐 在原本的作品裡面 Billy姐演的是那個媽 對 那Billy姐是那個媽 就會覺得那是一個很瘋狂的媽 對 但是你知道改編成舞台劇之後 娟姐 娟姐可以很瘋狂 但是如果她跟Billy姐比起來的話 我就會覺得她好像比較正常一些些 但聽說娟姐瘋狂起來也是非常crazy 是嗎 對 對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台語的一個詞 叫做 ㄎㄧㄤ 你說她很ㄎㄧㄤ 對我來說ㄎㄧㄤ這個字 這個詞 對我來說是很好的一個意思 是因為我覺得 當演員 我覺得這個ㄎㄧㄤ的部分才是可以 給自己有一些特別的感覺 然後就是我覺得 當然這個ㄎㄧㄤ這個字就是 就是以別的用法來說 這個這個詞有可能是比較負面 不會 真的嗎 人家說我很ㄎㄧㄤ 我覺得蠻開心 我也是這種感覺 所以對於這個媽媽的角色 對 也是我覺得我很喜歡就是娟姐的這個 好的ㄎㄧㄤ的部分 ㄎㄧㄤ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每一天已經 我們排練差不多兩個月 嗯 包括就是過年的時候我們沒有排練 但是我們一月初就開始了 然後我們已經排練兩個月 我覺得他的ㄎㄧㄤ的這個部分 一直影響到這齣戲的所有的氣氛 嗯 當然我沒有劇本 嗯 但是很好笑的點 都是他的就是比較 自然發揮 自然發揮 或者是在排練的時候 他就想到就講出來 了解 然後就是 雖然不是他自己的戲 但是他看我們的戲 然後有一些就是想法出來 就丟出來 嗯嗯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媽別鬧了 這個 我也看過這個影集的版本 當然他有他的真的很好笑的一個效果 嗯 但是舞台劇版本好像是 娟姐帶來就是他自己的特色來演 我懂 所以希望這個觀眾就是看到這個 他的ㄎㄧㄤ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個戲啊 無論是在Netflix的影集 或者是在舞台劇都有一個很吸引人的點 我覺得最吸引人的點在於 我們都希望自己有個ㄎㄧㄤ嗎 嗯 你懂嗎 我就會很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很 很很很 很厉害的人 厉害 對所以我就覺得他太認真了 他對於很多事情就是 好像要求太嚴格了 所以我就想說如果 我常常會聽到我朋友講說 喔我媽很ㄎㄧㄤ耶 我媽就是什麼什麼 出門忘記帶那個什麼 然後突然上公車又忘記帶票什麼的 都已經提醒她兩百次了 她還是會忘記帶 我就說欸不會 我就突然覺得 如果生活當中有這種ㄎㄧㄤ的媽媽 也許身為兒女 當然會覺得說喔媽媽有時候很ㄎㄧㄤ 但是會覺得生活需要 relax 有時候家庭就是需要那種 relax 這個我很懂 而且是這個剛剛妳說 妳的媽媽就是常常忘記東西啊 對 其實這個劇情裡面有一些這種台詞 喔真的 因為就是媽 因為我們媽別鬧了 媽別鬧了 因為是媽就是出事了 或是她做了比較討厭的事情 才會這樣說嘛 媽別鬧了 所以裡面她就是 全體演的這個角色也是那種 忘記東西啊 沒有忘記東西 但是我們剛開始 剛開始的那個開頭的時候也是 就是有一些東西 因為是她 不是忘記 但是她常常忘記的這種習慣也在裡面 嗯 然後就是她的女兒們就是說 又忘記什麼 嗯 嗯 那一些東西我覺得 ㄎㄧㄤ的部分可以 Yusuke你不要太自由 你要靠麥克風 對 你有靠我的製作人 你怎麼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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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那一個是不是 後來是單親媽媽 就等於是先生已經去世 對 湯哥的角色已經去世了 所以湯哥是從頭到尾都演鬼 可以這樣講 可是為什麼會把她這個角色放進來了 好有趣喔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嗯 因為這個跟 呃 楊靖妍的這個角色也有 有一些一些觀點 因為她也是作家的角色 哦 對 楊靖在裡面演的是 娟姐跟湯志偉 湯哥的女兒 大女兒 對 所以在裡面是演的是一個作家的角色 對 應該可以說作家的 然後就是她的故事 她自己當作家 然後這個作家的作品裡面的一些穿越 哦 穿越劇 這個穿越 也是跟她的爸爸也有關 所以 娟姐在 戲裡面 會跟她去世的先生湯哥有 對戲嗎 這個可以來 是不是可以講嗎 可以來劇場看 對 劇場可以 就是 因為啊 我覺得為什麼劇場 當然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IP 那通常為什麼改變成了舞台劇之後 大家真的要進劇場來看看 原因是因為舞台劇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沒錯 所以舞台劇你有更多更多的想像空間 我們甚至可以把交錯的空間放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觀眾都覺得可以買單 這是電視跟電影 你可能要用很多的特效 你要用很多的那個 你才能讓觀眾融入 可是舞台劇就這麼奇妙 放在那個黑盒子裡面 你就馬上 明明就是這個人跟這個人在講電話 其實他們是在不同的空間跟時間 可是觀眾就懂了 所以你說湯哥雖然從頭到尾都是 娟姐的去世的先生的角色 但是也不意外 放在一起 到底會不會有對手戲 其實這個有一個很奇妙的一個味道 因為 雖然就是我們在排練 排練場就是沒有什麼 我們在劇場裡面真正用的家具 沒錯沒錯都沒有 我們代替用 但是這個空間裡面 就是比舞台上的真正的演出的時候的那種 比那時候的舞台上的那個美術 比那時候更不清楚的一個 像你說的一個黑黑的一個盒子 我們就是 當然我們有一些 這個怎麼說 呃 因為這個我不能講太多 不能講太多 但是 但是有一些 當然是 他 還在的時候呢 有一些場面也有了 好 你不要講太多 你不要講太多 但是 我們 雖然就是看 現在他已經去世 那個湯哥的那個角色已經去世的時候的故事 我們在我們的眼前他們在演 但是突然切換 就是他們當時的交流 我懂 的部分出來的時候 真的有一些 回憶的那種感覺 嗯 而且這個湯哥這個角色也是 好像是在回憶中的那種角色 嗯 所以當初我們剛開始聊的時候 他演鬼 對我來說 我不敢說 因為他在台上演的對我來說 當然是一個靈魂或是什麼 但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完整的課題 他還是存在 他還是存在的 對 好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待會兒就當然要來聊聊 Yusuke 就是在裡面演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剛剛在 還沒有進 還沒有進真實節目的時候 跟他 他一跟我說他演什麼角色 跟誰對秀 整個噗的一聲噗出來了 這個我倒很想聽聽 公告之後 我們再來聊聊 媽別鬧的舞台劇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查 可以買票進場喔 3月9號禮拜六 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 怕別夠進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是 演員伏地右介 Yusuke 要來宣傳的是 故事工廠第20回作品 叫做媽別鬧了 我們剛剛在第一階段 有跟Yusuke在聊 其實這一次在 這個演員的陣容裡面 包括了王娟娟姐 演的是那個 鏘鏘的媽媽 然後湯志偉 其實你光講這兩位 我就會很想進劇場去看 因為兩位都是很厲害的 劇場界的老手 然後演藝圈的 很資深的演員 他們兩個對手戲一定很好看 那你又說湯哥 是一個已經去世的 他的娟姐的前夫 對 那他要出現在舞台上 要怎麼跟他對戲 他是一個存在的個體 還是導演會用什麼樣的安排 然後整個劇場 會呈現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我個人滿期待 然後再加上楊靜跟少傑 因為少傑也是故事工廠 很常在故事工廠演戲 他的角色就是很靈活 聽說少傑在裡面也是非常靈活的一個 很嘈雜 他應該是演一個很嘈雜的人 非常活潑 就跟他的個性一樣 對 其實我跟少傑有一些緣分 因為我就是我演未婚男女之前 故事工廠邀請我去看的第一齣戲是 《莊子兵法》 對 我跟你講 少傑演的那個角色 我超想演的 OK I can imagine 是不是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哇 這邊有死人耶 一個網紅 直播組 對 直播組 我好想演那個角色 因為那個角色到後來有很多 很爆炸性的變化 對 我個人很喜歡那個作品 所以好像是那時候我第一次看他的表演 對 後來我就是演這個媽別鬧的之前 去年我跟他為了一部台灣的影集合作過 對 後來就我回來台灣 然後就是這個進那個排練場的時候才知道 欸 有他 那你這次在這個舞台劇裡面有跟他演到對手戲嗎 一點點 一點點 對 所以他的個性是真的是 馬上可以進入到這個角色的那一種 沒錯 所以他的反應 或者是他的 像你說的 他的那個角色上的轉點啊什麼的 是很突然 Switch on Turn on Turn off 他他是表演課老師欸 嗯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娟姐的鏘 是娟姐的鏘 那他也有一些很鏘的亮點 嗯 然後那個眼鏡也有 湯哥也有 嗯 所以有一些這種鏘的 大家的鏘的這個 一個essence 嗯 我覺得這一齣戲裡面有很多很大的發揮 你知道故事工廠到了第二十回作品 嗯 我其實很少看到有那麼多演員一起在台上鏘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因為大部分 譬如說莊子兵法 聊的是就是比較 比較深入 然後很人生 然後後來會死人嘛 對 然後其他的作品 當然都會有哭的戲啊 會幹嘛的啊 沒錯 一定都會多多少 就包括你演的未婚男女也是嘛 在討論 當然是會有有趣的地方 但是也有人生困難的課題 不過你說現在娟姐有鏘 湯哥有鏘 楊敬禮少姐都鏘 那我就覺得哇 你這個一個戲裡面的演員 有一半以上都在那邊鏘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賣點 因為我覺得觀眾 都帶著鏘鏘的心情來看 就是很放手 relax 這個其實是你講的這一句話 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好像是故事工廠的作品 好像是雖然有這個鏘的很大的一個亮點 但是有一個共同的一個根 就是我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跟黃志凱導演合作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聊的故事也是同志婚姻嘛 嗯嗯嗯嗯 那時候 志凱導演跟我們說 因為那時候這個法律還沒過關 在台灣 哦 所以他 那時候同婚法還沒過 還沒 已經提出來了 但是還沒過關 對 所以那時候 志凱導演 我們在讀本的時候跟我們說 這個話題 我們不是為了給觀眾答案來演的 我們用這個故事來跟觀眾溝通 嗯 但是這個話題 有可能是對有一些人來說是 故事本身也是 不是很有可能完全快樂的一個故事 嗯 但是快樂的戲悲傷的演 悲傷的戲快樂的演 沒錯 人生近看是悲劇 遠看就是喜劇 對 所以媽別鬧了 這一齣也是裡面像我們這樣聊 有很多演員的CAN的部分 給這個故事亮點 嗯 但是這個CAN的這個部分的後面 我們講的東西 是這個社會上的一些現在的變動 我懂 其實這是為什麼我一直以來 因為故事工廠的創團作品 嗯 我就演出了 所以我一直以來其實一直很認同故事工廠在 作品想要帶給觀眾跟觀眾溝通 嗯 想要讓觀眾帶回什麼 因為一個你看一個舞台劇 或是看一個電影作品 電視作品 從來不會從那個作品獲得你人生什麼樣的答案 但是會讓你去思考 嗯 我覺得這是作品很有趣的 的點 即使是喜劇哦 嗯 都不是那種純然的 只是讓你笑一笑爽然後就出去 嗯 其實你真的會從那個喜劇後面 你可以看得出要表達的什麼 嗯 可能有一點點笑一笑然後不知不覺就哭了 嗯 或者是哭一哭不知不覺就笑了 的那種感覺 嗯 我覺得就是看舞台劇一種 我到現在為止 我都會覺得那是一種表演形式 讓我覺得我沒有完完全全沒辦法捨棄的 還有我一直好喜歡好喜歡的 嗯 好 那再來就來聊一下Yusuke在裡面演什麼樣的角色 OK 我演的角色叫做路易 路易 這個角色跟影集本身有一點點不一樣 嗯 因為在影集裡面他的角色並不是日本人 嗯 並不是外國人 對 但是他們跟我說我可以把一些異國感就是 呃帶給這個劇情裡面 嗯 所以我演的角色是那個娟姐這個角色的媽媽的一個閨蜜 閨蜜 閨蜜 閨蜜的角色小金 嗯 小金的男朋友 這個部分是在影集就是沒有那麼不同 但是有可能就是比較不一樣的點是 我是日本人 嗯 所以我把一些日本的有一些要素放進去這樣 把一些日本什麼 欸這我有興趣 把一些日本什麼要素放進去 這可以講的嗎 可以 但是 因為我自己 以前在國外的時候也是我跟那個年齡差比較大的 對象交往過 嗯 蛤 嗯 來 我們來聊這一個 開始流汗了 對 Yusuke一定沒有想過說來宣傳個舞台去可以挖出自己過去的情史 沒有沒有因為 啊 麥克風 因為這個經驗我覺得 他整個可以可以可以擦汗 這個角色的這個比較深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每一個角色一定要跟自己的經驗有關聯 所以 我覺得要跟人生某一部分的經驗有一點點相關 也可以這樣說 嗯 尤其是因為這個故事那個娟姐的角色的老公 對 那個湯哥演的那個角色 因為他已經出世了 嗯 然後就是在故事裡面 呃這個娟姐的角色 第二次尋找一個愛情的這一種 哦 想要尋找第二春 就是尋找第二春 對第二春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要素也是有可能不是很多人經驗過 哦 但是我看我看到 在台上我們排練的時候的每一個演員 就是把自己的經驗拿出來演 嗯 所以我們讀本的時候也是我們聊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嗯 那對我來說 我來演這個角色也是我不怕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所以你的你曾經在人生當中真的跟你年齡比較差距比較大的人交往 嗯 這這到底是可以講的嗎 有有有 可以但是 呃這個怎麼說呢 當時我那時候我已經不是在國外 哦 呃不是在我對不起 那時候我已經不在日本 哦 然後那時候我在北京的時候 然後我跟年齡差不少的一個對象 我跟他交往過 你差幾歲 等一下哦 你講完差幾歲我就要進廣告 然後我就要讓你思考一下 然後我也思考一下 我到底要不要問那個故事 差不多十歲吧 十歲蠻多的耶 差不多十歲吧 對 好 但是為什麼我今天不是要挖Yusuke八卦 為什麼這麼問 原因是她在裡面對戲的這個角色 嗯 珊珊姐 就是演娟姐的閨蜜 對 其實珊姐本身跟你也是有一點年齡差距的 但是我其實蠻期待你跟珊姐的對戲 我好難想像 因為我對珊姐太了解了 然後我們先進個廣告馬上回來 好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是演員 伏地又介Yusuke 呃在宣傳的這個作品是故事工廠 第20回作品 媽別鬧了 好其實Yusuke在裡面演的是 呃算是 娟姐的閨蜜 劉珊珊珊珊姐的男朋友 對 然後你在進廣告之前竟然自爆 自爆 欸現在那個標題就要下得很聳動說 不忍了 伏地又介自爆 曾跟大十歲女子交往 不要打廣告好不好 欸那是 所以你有把那一段的 算是你們在讀本的時候應該都會 彼此會聊很多 然後再來對於你的角色的融入啊 或是導演要協助你們要進入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這些都是 你過去人生經驗都會是現在的養分 所以你其實在對戲的珊珊姐 你們在裡面角色的設定 我是說實際年齡 你跟珊姐的年齡是有一點差距 但是實際在對戲的時候是 也是嗎 角色的設定也是嗎 設定上面也是我們的年齡差很大 哦 很多很大很多對 很多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珊姐怎麼會是 你們的這一對發展的關係 在這個戲裡面扮演的一個什麼樣重要的 OK 其實是在戲裡面 我們怎麼認識啊什麼的 這個部分是 對我來說是比較暗藏戲 但是我們 我跟她的角色比較好玩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的戲裡面 沒有交代我們以前的歷史的部分 而且是 我們對戲的時候也是 就是有一些小動作 嗯 或者是我們的眼神 嗯 用這一些 不是語言的部分來就是 表現我們的關係 然後就 因為是她 這個珊姐 她是很邏輯性的演員 嗯 我有就是感受到 對 所以她也給我一些 嗯 建議 建議 嗯 或者是有一些她有發現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台上討論 嗯 嗯 所以我跟她的關係 她是很資深的演員 這個實際上也是我跟她的年齡差蠻多的 嗯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一來台上 我們的關係變成一個對手 嗯 那我們就是沒有 語言的部分來表現出 這我們兩個人的關係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嗯 像我為什麼我剛剛就是跟你 或者是跟觀眾分享我的以前 嗯 就是我跟差不多年齡差 十歲 這個女生的故事 嗯 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對於這一些 我跟這個路易跟小金的這個關係 嗯 像這種關係上面 我覺得這個全 這個世界裡面真的會有這種情侶吧 我自己覺得 嗯 其實很多 我覺得啦 然後就是 雖然是 這個我跟小金的這一條線 不是這個 這個蠻別的那我最初戲的主流的一個 一條線 嗯 不是主線 嗯 但是對我來說 如果我 以自己的 嗯 想像力 只有用自己的想像力來演這個角色 或者是 面對三姐的角色 或者是 跟她談 我們的這個設定的部分的話 嗯 我覺得 非常失禮 嗯 因為 我覺得 當然這個社會上面 有一些 這種年齡差很多的情侶 嗯 或是什麼 好像是 嗯 我們會管 別人會怎麼看 怎麼說 嗯 我覺得一定 多多少少一定會有這一些 嗯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自己本身 我已經接到這個角色 然後沒有 根據自己的本身的經驗來演 如果我沒有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 這個角色很空 嗯 嗯 所以 我跟她的對戲的部分 我們沒有聊太多 嗯 但是 從三姐的眼神 我也有感受到 她也是用自己的經驗來 就是 看著我這個角色 有了解了解 對 但是你們在裡面 因為其實 在劇團有做了很多的 呃 每一隊或者是 每一個人 每一個角色 內心的心聲 其實我覺得 無論是娟姐在裡面 她的先生去世 她要找第二春 或者是三姐在裡面 跟你談了一段 算是格差戀 就是年齡有差距的戀愛 嗯嗯 但其實 說穿了 我們人生 我們要談幾次戀愛 我們幾歲才要戀愛 我們幾歲了 就是已經 年華老去 我們想要再追求戀愛 嗯 到底是 有誰可以說不可以 嗯 那是我們的自由嗎 對 所以我覺得 好像是這一齣戲 有可能是一齣喜劇 嗯 但是 這是一種挑戰一個 一般嘗試的一個作品 嗯 因為 我覺得 現在這個時代 很多可能是 十年前或是五年前 我們覺得這樣 就是很 理所當然的事情 嗯 變成 很多人開始有疑問 嗯 嗯 那 這個第二春 嗯 這件事情 也是好像是 呃 像你說的 我們有這個自由嗎 雖然我們自己覺得有自由 那社會上這個自由是 受歡迎的嗎 欸 可是我必須問喔 因為 你是一個日本人 你如果說把一些日本的觀念 跟文化有帶到這齣戲 我也很期待說 在這裡面可以看到什麼 但是 相較下來 因為你現在在台灣生活 在台灣演出 嗯 你會不會覺得其實第二春這件事情 台灣人的接受度 其實比日本人還要高 還是說這只是我自己 的理解 我不知道 我覺得日本的社會更封閉耶 就對於就是 離婚 就是離婚這件事 然後或者是再婚 或者是 對於家庭這事情 是更更不能說的是嗎 這個我有一些不安 講自己的意見 因為我很久已經 不是在日本生活的 我懂 然後就我來台灣之前 也是我在北京 嗯 那我去北京之前 我一段時間在東京 但是我在東京生活之前 我在英國 所以 我的概念 你是一個浪子 哈哈哈哈 所以我有點怕的事情是 對就是 你已經被太多的文化 對 所以 你的身上已經有太多文化的 mix 所以我怕我講的這個東西 變成成成為一個 日本的一個 代表的一個意見 我懂我懂我懂 但是 對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日本跟台灣的狀況 是差不多一樣 因為我的周圍的朋友 比如說美國人啊 或者是 從歐洲來的一些朋友啊 什麼的 我覺得 確實 他們的接受度 比亞洲比較 寬吧 嗯 如果 談到婚姻跟談到 是不是要離婚跟再婚這件事 我最近一直在我的IG 或是社群軟體 或者是我身邊有一些朋友在分享 嗯 就包括了我在這個節目 有曾經訪問過一個作家 他跟 呃 歐美人交往 他就說對於歐美人 你真的不要期待說 他可以跟你 一直 相守一輩子 這件事情 對他們的社會 跟他們的觀念來說 嗯 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嗯 然後甚至我最近在IG 就看到了另外一個 外國的藝人 嗯 也是歐美藝人 在寫說 他父母也是一直告訴他說 你們可以談一輩子的戀愛 嗯 然後但是不要結婚 就是不要有婚姻那一張紙 所以我就想說 婚姻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嗯 然後再加上媽別鬧了這裡面 包括了有 呃年齡差距比較大的 你說 你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雖然這是戲喔 嗯 在談戀愛的時候當然 戀愛是兩人世界 嗯 可是你說你真的可以不要在乎 身邊的人講 講什麼嗎 嗯 很難耶 懂 很難完全不在乎耶 不了解 對 好 那在這裡面 包括了有 還有其他的角色 你有沒有對到戲 或是在裡面 你們有談到什麼其他的話題 在這個戲裡面 你覺得有趣的 你們在在排練的時候 有沒有出現什麼有趣的狀況 對我來說 有一場戲 就從頭到尾很印象很深刻 嗯 就是娟姊跟唐哥的 兩個人的一個表演 嗯 我現在就是 我不想要就是跟 觀眾的朋友們說 是哪一場戲 嗯 但是 我們一月初開始讀本 然後就是開始排練的時候 因為我們前面是 還不熟嘛 就是到底這一場戲 就是變成怎麼樣 或是什麼 因為是 剛開始排練 嗯 但是只有一場戲 娟姊跟唐哥兩個人的戲 嗯 從頭到尾 我們剛開始排練的時候 我們還沒看到前面跟後面的 排練的樣子 但是那一場戲 從頭到尾 動到我的心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好像是因為是他們兩個人的 有可能本身的 人生經驗或是什麼 我不知道 是什麼原因 但是 沒什麼音樂 沒什麼台詞 搞得 看得出來他們兩個人的歷史那種感覺 所以 我光聽你講 嗯 我就可以想像那個畫面 嗯 因為兩位都太厲害 嗯 然後再加上裡面的設定是 王夫嘛 就是 那個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但是你卻能夠在舞台上 看到他們的對性 嗯 如果 應該是說 如果時光倒流 他們真的能夠在那個moment 再講一次話 嗯 你會想要跟對方說什麼話 的那種感覺 或者是曾經吵過的那一場假 如果再一次 嗯 你會選擇怎麼做 我覺得 剛剛你說的時光倒流 這件事情 嗯 我覺得 來劇場看這個 這齣戲的觀眾 一定會思考 我覺得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訪問一個媽別鬧了 我剛剛聽到那場戲 然後 哎我真的實在是 情感太豐富 就覺得 好難喔 人生好難 有很多人你覺得 你吵了這個架 反正就是說出去 就是說出去 可是殊不知有時候 你真的 呃 這輩子不會再見到這個 好 欸 這是一個喜劇喔 好不好 媽別鬧了 請大家買票 我們先進個廣告 青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晴天雨天 POP RADIO 是我養息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回到節目最後一個階段 媽別鬧了 其實在3月29號到31號 在台北演出 4月21號在台中 5月25號在高雄 6月22號台南 以及8月17號在桃園 欸其實是北中南都看得到 對 所以請大家踴躍來支持一下 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戲到最後 我們又利用短短的3到5分鐘 我們來聊一件事情 嗯 其實在這整齣戲裡面 媽別鬧了 有談到是戀愛 嗯 其實有很大一個部分 談到的是 我覺得好難好難的話題 就是離別 嗯 離別這件事情啊 是無論我們在人生當中 練習再多次 嗯 你都不會上手 嗯 這個我覺得 有一些事情 我們根本不需要學習 因為我覺得 剛剛 不是剛好 就是我前幾天 我為了自己的 這個表演這件事情 我就 嗯 不是故意 但是我想要接觸 這個世界發生過的 有一些動人的故事 嗯 後來 因為這個YouTube裡面 很多就是光聯的 這個Videos 嗯嗯嗯嗯 就是一直給我們 對他會推播給你 推播給你給我們 對 後來我遇到一個 呃 直播 直播主 直播是那個觀眾就可以直接問他 就是問題嗎 哦 你是說他開直播你可以問他問題 對 對 然後我看到那個影片 然後好像是其中一個觀眾就問他 然後好像是其中一個觀眾就問他 直播主是這種 他的身體有很多tattoo 然後就是一個年輕人 哦 在日本很紅的一個 嗯 但是他很會講一些自己的心裡話 嗯 他不會講那種套話嗎 嗯 就是那個不會講一些表面的話 表面的話 對對對 然後有一個觀眾就問他 好像是這個觀眾是年紀沒有那麼大 還是年輕人 嗯 但是好像是他的父親去世之類的 然後他自己不知道怎麼可以面對這件事情 嗯 那好像是這個直播主的爸爸也已經過世 然後他就是跟他講的事情也是 這樣就是完全不用克服 因為有一些事情不用克服 但是他很希望就是 就是一直記得他的存在 嗯 所以他有時候在那個直播的時候 他故意把他的爸爸的名字講出來 嗯 有時候是逗他 或者是他以前是怎樣怎樣怎樣 有一些笑話就是 嗯 就切入進去 嗯 但是他說 是有一點點是故意的 因為這樣子 觀眾聽到這個故事 他的爸爸的這個名字 或是他的存在 以前有這個好笑的話 在這個這個觀眾的腦海裡面也會存在 我懂欸 這就跟我很喜歡的一個 是迪士尼的動畫嗎 可可夜總會 啊 你可以去看 欸雖然它是一個動畫 OKOK 你看過那個嗎可可夜總會 我有聽過但是我還沒看 你去看你去看 OKOK 因為他就在講離別 你在講的這個事情就是如果 所以我會覺得 對耶 我們人生中也許有些事情不用克服 嗯 不用每一件事情都想去解決它 尤其是演員這個職業 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克服一件事情是 不是最好的選擇 我覺得 因為我有時候為了自己的表演 當然很多人會有作者嘛 嗯 那坦白說一個外國人在國外當演員是 有時候他媽的很難 他媽的可以講嗎 他媽的那個媽就是媽別那種 OKOKOK 對 所以有一些作者來的時候 我不太會去參考演員的 人生經驗 我會看一些 運動選手的一些 哦 哦 哦 他們就是 每一個比賽或者是 他的這個球隊的教練被換 然後就是他出場的機會變少等等 嗯 他們的作者跟我們很像 但是有一些我喜歡的選手說 但是還是需要保持正面的 思考邏輯來 就是往前走 嗯 這一點 我自己 回想自己的這個職業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我一直正面的 看待一件事情的話 那我要演一些 比較悲傷的角色的時候 啊 我懂 是不是 這個 感情是 不要 不要被正面的能量 來覆蓋這個情緒 懂我意思嗎 我懂 我懂 應該是說 正能量沒有不好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有悲傷的情緒 我們有負面的情緒 我們會有很多很多 不好的情緒 嗯 我們不需要去掩蓋它 嗯 我們就是讓它發生 對 因為很正常 我們只要知道我們現在有這樣的情緒 就好 對 那請問一下最後一句 嗯 媽別鬧了我們帶了什麼情緒進去看 好 剛剛好 這個有連到這一句 哈哈哈 我說很會 來來來 媽別鬧了帶了什麼情緒 好 當初錄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聊ㄎㄧㄤ這件事情 ㄎㄧㄤ對 每個人的這個角色的那個ㄎㄧㄤ的地方的後面 有他們的悲傷故事 這個悲傷是跟演員我們本身的更有關的 所以 欸Yusuke我觉得故事工厂派你来宣传 一定要给你额外的费用 你讲得非常的好 这句话一语道破 请大家上网买票 进剧场去看故事工厂第20回作品 妈别恼了 谢谢福地佑介 谢谢